记者曾为整台北报道,少此话是国安危机,为奖励神域民进党立委中嘉宾建议不妨给生第三胎以上的家庭加分优待,才能提高以神域父母多生的诱因。 中嘉宾金在施政总质询指出理想的神域率2.1,但台湾的神域率已经降到1. 17,他说台湾上次奖励神域是在日治时期,政府已经排奖励民众多生产,过去多生一个小孩就是多一个劳动力,12岁就开始务农,现在因为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小孩反而是甜蜜的负担。 他问行政院长赖清德,要负担小孩到多大?赖魁达府大概是研究所毕业。 中嘉宾说,对于现在的父母而言,儿女费用最高的不是托育、养育,而是高等教育,例如给退伍军人入学加分,是基于回馈与补偿。 现在若能给多胎家庭升学优待,让他们更有考上国立大学的机会,几乎所有已有神域的父母都愿意多生。 他表示,给拥有第三胎以上的家庭入学加分优待,因为他们对国家有贡献,相对每个子女分配到的教育资源也少,合乎回馈于补偿两大原则。 况且,入学可以加分出社会要考取任何证兆就要各凭本事了。 他认为,这是不用花政府一毛钱就会有效的政策,若要实施,还因以非六都现实优先兼顾城乡差距。 赖魁同意,这确实是有诱因,但还需要再研究。 却,是因考量公平性的问题。 立法院长苏嘉全戏称,他有九个兄弟姐妹,若能加分,分数就多了。